重機騎士經過路口 發現有攝影機架在那 竟然直接動手 把鏡頭整個180度轉向後離開 附近監視器也拍下 當時有騎士正在待轉區 但重機騎士這樣耗上前 移動警方取締違規的遺棄 只是左顧右看周邊沒有半個遠景 前後也沒有任何執勤取締的告示牌 台一線王法勞士缺席了浪大 當時警方在這邊架遺棄 要取締違規 沒想到騎士就在這裡出手 事件就發現在屏東訪聊 台一線復興路口 20號一早10點多 遠景在路口準備進行假日的交通取締勤務 但沒多久遠景接貨交通事故通報 留下器材後離開了 沒想到會有重機騎士 散至移動攝影機 而騎士自以為仗義妨礙取締的行為 恐怕有觸法疑慮 沒有執勤不算妨礙公務 但在國道台南仁德路段 這名駕駛卻疑似挑釁公權力 看到警示燈閃數的警車 他竟然追上去 跟車跟得很近 被網友質疑是在逼車 而根據了解這輛是從新北市新莊的遠景南下辦案 當時鎮壓界一名毒品案的人犯 結果遇上駕駛疑似逼車 儘管警方不追究 但行車記錄器在網路上瘋傳 駕駛的危險行徑 罔顧自身和其他用路人安全實在不可去 TBN新聞 石窮劉璇 台南屏東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